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天就讓圖文不符用七分鐘的時間 和大家從台北東區變成水上遊樂園事件 一起來聊聊,為什麼會淹水吧? 不知道大家昨晚有沒有被暴雨嚇到呢? 昨天,台灣北部地區的一場超級無敵大暴雨 突如其來的雨是讓很多地區都淹了大水 而今年,這個夏天也好像不太平靜 一直陸續傳出淹水的新聞 像是不久前,台南跟高雄也才剛遭重創 所有的官員也被罵到臭頭 治水這麼簡單的事也處理不好 要人民怎麼生活 我們不時會聽到這樣的言論在網路上傳散 不過,淹水的問題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今天我想試著從我在大學讀了 四年都市計畫的一些經驗 來跟大家聊聊淹水這件事 我們會先討論,為什麼會淹水 治水的傳統思維與新興的治水思維 以及其中的一些爭議 試著讓大家理解,其實治水這件事 可能真的是一件比我們想像中還要複雜的事情 為什麼會淹水呢?我們可以這樣想像 今天突然來了場大雨 就有可能因為當地的地勢低蛙 又或是降雨量超過了該地區的排水能力 導致雨水並不容易從排水系統中排出去 所以就會淹水 那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知道 造成一個地區會不會淹水的關鍵 大概有三個 而傳統的治水思維就是先判斷地勢與降雨量 透過分析整合運算之後 來求出該地區需要的排水系統 應該要奪回排水 但問題就來了 地勢還好理解 它是一個基本上還算固定的變因 畢竟今天台北藤地不會在明天一起床之後 就變得比玉山還要高 不過降雨量要怎麼估計呢? 如果抓得太低,會很容易淹水抓得太高 是不是就會讓我們浪費太多錢去打造一個 不太常用到的SSR五星傳說鑽石級的排水系統呢? 所以就出現了一個有趣的評估方式 叫做重現期句 Return Period 也就是把我們常常講的百年大雨這類的詞彙 量化後的產物 像是中央氣象局發布的豪大雨特報 就是依據24小時內降雨量的重現期來制定的 如果發生了兩年重現期的降雨量 也就是俗話說兩年才會來一次的大雨 就會發布大豪雨特報 而影響我們會不會淹水的第三個關鍵 排水能力中的工程建設部分 就會根據這個風險評估和經費 來決定工程的強度 咦?這樣看下來 我們其實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結論 依照重現期句去計算出來的排水工程能力 它的目的並不是要打造一個完全不會淹水的排水系統 而是要試著打造出一個合理的 大部分時候不會淹水的排水系統 而狀況通常就發生在這個合理的想像之外 舉例來說 2001的納利颱風是一場非常非常嚴重的災害 當時光是台灣就有94人罹難10人失蹤265人受害 損失超過300億台幣 甚至還造成了台北捷運地下淹水停舍了半年 這其中的關鍵 就是因為台北捷運局是用200年重現期洪水量 來作為防洪的標準 但納利颱風卻帶來了400年等級的重現期洪水量 遠遠超過了洪水閘門以及抽水機可以榮受的負荷量 200年?哇!已經想很遠了對吧? 某種程度上我覺得已經算是SSR五星傳說級了 就差個鑽石 但面對現在的氣候變遷 好像越來越難阻止大自然喔! 你知道嗎? 剛剛我們提到的這個幹爆北捷的納利颱風 它還只是現在颱風降雨量歷史紀錄的第二名喔! 現在的第一名只相隔了8年就成功擊敗了納利 它發生於2009年叫做莫拉克颱風 莫拉克颱風的最高雨量是3060公里 是納利2319公里紀錄的130% 所以我們會發現 在這樣的思維下 只要我們沒有辦法掌握大自然的心 我們就一輩子不可能做好完全的防洪準備 這種完全無法準備好的狀況會讓人感覺很差 就跟談戀愛的時候 如果我們把全部的主動權都交給別人的話 就會產生很無力的感覺一樣 因此就有另一派的人提出了新的想法 認為防洪的思維應該要有全面性的革新 要從不能淹水改成不怕水淹 這派人主張淹水本來就是個自然現象 只要老天降雨 低洼地區本來就有淹水的可能 河水也會氾濫 而台灣的降雨強度驚人 絕大多處人又都居住在河流用洪水衝擊出的肥沃平原上 所以怎麼可能不淹水呢? 在這樣的狀況下他們就認為 許多官員把淹水的原因歸咎於 某些防水工程還沒做是種荒謬的邏輯措置 官員們覺得淹水就會成災 所以要防治淹水 但目前防治淹水的辦法 就是進行河川整治跟排水工程等等 所以如果淹水就是這些工程還沒做 但是對水災這樣的理解是比較狹隘的 美國有句俗言說 當你手上只有錘子 那所有問題看起來就都會是釘子 這就像是現在的防水思維 因為我們只會做工程 所以所有的問題都變成了工程的問題 但如果我們今天把視野放大 去討論建築、空間與基盤建設呢? 在這種面對淹水的思路中 可以去減少既有建成區的不透水撲面 重新設計像是公園或是道路 讓他們同時間聚納航的功能 又或是將位於益岩水地區的建築改造成防水建築 像是高角屋、兩棲屋或是彈性的使用一樓的空間 透過各式各樣的改造 讓我們能跟洪水和平共存 聽起來好像不錯 不過也還是受到很多人的批評 比如說有人認為他們不切實際 因為要改造季酒建成區的難度真的太高了 而且要別人把精華的一樓拉高 甚至還變成高角屋 太違背人性了 又或是不透水撲面的改建 這需要多少基盤建設的聯動調整呢? 哪是講講這麼簡單? 我在這邊只能講一小部分 這些爭論其實真的是吵得非常兇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還看過兩派的現場大亂鬥 真的非常的精彩 不過雖然兩派吵得稀哩花啦 而其中不能淹水感覺更像是比較傳統的東西 但我覺得正是因為他們一開始先定義出了問題 才會產生解決的方法跟限制 而後來的不怕水淹 其實也是在嘗試突破現有的限制 很多問題其實就是這樣子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一步一步把想法往前推進 才會產生解決問題的新思路 好的,那講到這邊 你有沒有過淹水的經驗呢? 又是怎麼樣看待現在的治水策略呢? 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或是有任何的想法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為什麼會淹水這個問題背後的答案? 此外,也別忘記點擊下方的紅色按鈕 按下小鈴鐺,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將在每週七天,每天七點用七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聊聊各式各樣有趣的生活議題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比!